好了吗同学们那咱们一起来看看答案吧 The man是我的英语老师 然后he has gone to 我同样没有学过啊 这是新开念的一个小的词组 叫已经去了 他已经去了加拿大了 所以这人可不可能是老师啊 你选mite可能是我老师 也可能不是 他肯定不是去加拿大了 你还想一定是 所以A和D就是没读弄P 那一定不是是不是4D啊 咱们早就讲过比较推测的时候 那是不能否定剧和疑问剧终 所以答案用c 哎怎么用过去时啊 因为counter等于couldn't do 他的意思叫不可能是 这可不是过去时 当表示推测的时候 他的意思叫不可能 来看下面 There's only one day to go 只剩一天了啊 你完成你的学校的任务 什么叫by tomorrow 注意by的用法 我们将会被动于探 有by bus走公交车 让他们知道 当你看到by加时间 这是以后的任务 其实他很好理解 就等于before加时间 叫在那个时间之前 我爸爸说了 我今天五点前必须回家 I must go back home before five o'clock 你也可以说 I must go back home by five o'clock 老师那有没有微妙的区别呢 有 before叫小于 by叫小于等于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爸爸说了 我必须回家 before five o'clock 五点前必须回家 五点前行吗 五点前不行 我爸就拿电棍等着我了 这肯定不行 五点是绝对不行 五点前 爸说 我跟你说的 让你五点前 你五点回来 那不行 有的较真吗 那但是 什么叫by 五点也行 小于等于 那怎么翻译 我一般翻译 不晚于 这个时候 我爸说了 只要我不晚于 五点回家都行 五点行 五点零不行了 老师 您看我这作业什么叫 you must hand in your homework before next monday 什么意思 下周一之前 必须交 下周一交行吗 不行晚了 最晚周日 老师我家里有点数 交不了 你看能拖延几天 哦这样的情况 you can hand you a homework by next monday 什么意思啊 只要别晚过周一就行了 周一 你中午交也行 周一十一点晚上 也行 只要我没有睡觉 这就是by和before的微妙区别 可以忽略不计 以后不知道什么叫by 就换成比复呗 说只有一天了 你必须完成作业 还是你怎么完成作业 明天之前 那同学就不玩明天 明天交也行 就这意思呗 好那同学们 你选哪个 你听得起只剩一天了 你还说你可以 你将你能 可是你必须 明天之前给我交了吧 诶 听符合语境 这就是上下文的 通过上下文来判断 作者用什么情感与态度的 情态动词 好继续来看两道题 湖北黄岗和山东围方 好暂停一下一分钟 做完了吧 一起来算起的 Who is the man over there 那边的男人是谁 Is it Mr. Black 是Black先生吗 到底是不是他 那么同学们 看后面已经 He is much taller Taller叫更高 在形容词前面加much 咱们上去就说 叫高的多 还可以用哪个来啦 He is a lot taller 他高一点怎么说 He is a little taller 或者He is a bit taller 他只比我高一些 高个几厘米 三taller 否定一分之中 Any taller 都是常见的词 所以是不是他 那就不是他的吧 因为他高的多 那同学们 这个不是 这没有推测的功能 那同学们 四D型吗 虽然语精通 Must 不用否定 其中 A好还是B好啊 A怎么翻译 可能不是他 但还有可能 你认为是 但你后面说 他高的多 那你很肯定 这人不是呗 那于是Who 又是他 Kan或者写的谁来了 Kooten 一样的意思 刚才不就做了Kooten 好那同学们 来看山东维方 You mustn't go off On your own 什么叫 mustn't Must叫必须 严禁 Must只有意思 叫严禁 表推测是不可能用的 你严禁出去 OFF 什么意思啊 上去给咱们说 离开的意思 比如I must be off 老外经常们正要说 我必须要离开了 这就是OFF 老叔 哎呀你刚聊这个QQ 聊了聊怎么不见了 刚才我offline 什么意思啊 离线 掉线 没有online的意思 还记得打八折 怎么写吗 20% off 20% 离开了原券 哎呀我扣子掉了 My button is off 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这儿 你没 严禁走开 就不允许走开 不允许离开 Leave的意思呗 On once on 是一个以后需要自足 等于by oneself 靠自己 对吧 你自己不能走 Because you get lost in the mountains 因为get lost 十足 叫做迷路 你在山上迷路 所以严禁你走开 那同学们选哪个呢 首先应该不能表推测 逆的 它不能加读 你觉得you must get lost 你一定会迷路 还是你可能会迷路 我觉得这里应该选4D比较好吧 你要一次一走就一定会迷路 还是我觉得4D you might get lost 而且这里你可能会迷路的 所以你千万不能走 所以大家要凭语感来做题了 好那同学们 接着来看最后两道 希望你一鼓作气 把它们搞定 也没有多难啊 那同学们 湖南诸州 山东谈 暂停一下 最后两道同学们 All it's raining hard 注意hard不是难的意思啊 它的意思叫猛烈的 注意啊 猛烈的 用力的都是hard fuss的意思 比如努力的工作 就叫work hard 比如我关门我很生气 I close the door hard 我猛的关门 用力的关门 今天雪下的大 It snows hard 风刮的猛 It blows hard 或者熊来的看我的 I hate the ball Very hard 这就是猛烈的意思 我猛的敲桌的 I hate the table hard 所以hard 当熊说是难的 当复词是猛烈的用力的 雨下的很猛 不熊逼的 没有人这么说的 小心点 这个路上 既然雨下的很猛 看无肯定 这俩不是同一词吗 你选谁不选谁 好意思吗 所以夏宇航 所以我推出一定非常滑 这跟中文一样吧 一定非常湿 湿的比较又怎么写 你别忘了双血啊 同学们 处圆复 对吧 上次讲了 好 那么同学最后一个 二八题 May I smoke here 我可以再歇吗 哎 用妹题问 跟你客气 你可不能客气 会还好他没有妹 那同学们 No you This is a no smoking room 这是禁言物词 那同学们 用妹题问 肯定看 否定 No you count No you Muston和Count吧 他不会两个都出现的 那于是 答而必 不 严禁吸烟 这是禁言的物资 同学们 那老师 如果出现Count 我该做何取舍 你还用Muston 因为感觉 如果你违背了法律 这种严禁 你要个人的私事 才用Count 比如举个例子 我可以借你的书吗 No you count 不能借 这就完了 我给你借两块钱吗 No you count 不能借 我可以在大街上吐痰吗 No you must 严禁这是违法的 我可以把我车听到龙间吗 No you must 我可以在公安里调戏师 No you must 还不知道谁调戏谁呢 所以就Muston一般严禁都是法律法规的 或者一种小规则 而Count一般口语 我可以出去吗 No you count 别说Muston太吓人 就算有他 我也选B 他会有一种语气的不足 那比较Muston严禁而Count 叫做不行 那同学们 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就花了一些时间 把我们的系统的语法帮助初一给你捋了一遍 当然你接下来还要大量的做题 还要大量的问 但光会语法不行 英语还是题不高 到最后 最后你题看 读不通不也比较愣吗 所有的问我 老师那接下来 我有没有必要学初二的语法 我觉得现在要缓一缓了 光学语法你是题不高 你应该学综合课程 最后我建议 菲菲老师强烈建 你目前最适合的课程 自然是上这个班的中学 比较适合的就是性概念二侧 比较推荐的课程 那么为什么 因为性概念二侧 适合初一初二学 当然学完就能直接达到初三的水平 初三1600次 这里有1500次 初三的水平就到了 再学初三一年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它是一个词或阅读 包括于法学们 现在是每一讲 一共有96讲 当然这个课程连接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你懒得记这个连接 可以去咱们网站 就搜性概念 在咱们学词网校 专题课程中就能找到 那么这个课程特色 以往不同 一共96节课 一步就能学到高中了 基本你学完这个课 但是要背课文的 所以为了帮助背课文 我们96节课中 还要赠送96节课 那96节小课程 都是菲斯老师 带着你一起背课文 如果你背去的话 对着写作帮助和语法 是极大的 那第三就是 菲斯老师特别赠送了 为了帮助你背课文 轻松快乐的话 96节课文的动画小视频 也制作 帮助大家在详细页中 能够找到 最后 有人说老师我笔记记得不好 菲斯老师已经把96节笔记 我都给记下来了 于是还赠送96节的笔记 所以有这四个96 我觉得你中考英语就没有问题了 等到顶多最后在中考前 再学个一轮二轮复习 中考就万事无忧了 到高考学一学64课 学高中的上课项 OK 我们就可以高考 在这之后 考托福 考GRE 那同学们英语学完 学个德语 他还是开个玩笑 不管怎么样 写了一期课 大家也很辛苦了 但是同学们 这只是短期班 并不是长期班 你还要持续辛苦下期 也就是今天不能说 下次课不见不散了 关注我的空间 我们下期课 在别的课堂 我们再会吧